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帅 最近呢,我那个小池塘里啊 那个小禁礼啊 现在慢慢的已经长大了 就在昨天,前天吧 我就从网上网购了一 就是一组 就是在水里边养的那种花 咱们今天看一下 这个东西 能行吗,在网上买的 来,看一下 非常的拔朵 那条开小 这个主题的那条开小 这是10克,应该是10克 应该是 买的是水葫芦 还有水葫芦 5克水葫芦 5克水葫芦 5克水葫芦啊 这是1克 我天 我感觉 有点玄啊 有点玄 这个 叶子都烂了 咱呢,就试试 这个也压成这样了 不知道能不能活呀 压扁了 这种植物啊 在网上买 真的是 非常的 这也烂了 非常的不科学 下面咱又试试羊羊 咱羊羊试试看能活 能活过来吗 咱们 拿着 走 这两块植物啊 在水里边 漂着个水 而且都会净化水 也都会开花 你看 水还能活 小经理都这么大了 我们的小经理都长这么大了啊 然后呢 我 为了让他们得到更好的水质 我才买 买这个 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活 真的不知道能不能活 你看,漂也漂不住了 应该是能活吧 应该是能活吧 就是为了我的小经理啊 看看 能不能 繁殖一些这东西 都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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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纸随便你报了一下 这可能是 最刺的一次体验了 你看 这个 叫咱们做肉 包的那么严实 它这个 连打包都不打 二十多块钱 而且磕数还是有大有小 我真的 无语了 这算一颗呀 这算一颗 这算一颗 一二三四 再算一颗 说能不能活啊 咱就先在这儿养养看吧 但是我听说这个东西啊 这个繁殖能力特别强 繁殖的很快 希望 能给我一个惊喜 希望它能给我一个惊喜 可以再看一下 你看那个 我们这个小鱼 小金蹄啊 大家能感觉这五颗 这个水葫芦能活吗 感觉 而且你看啊 我上次 我买的那个东西有花骨做的 来看一下 这个 有两颗花骨做了 这个 我就喜欢在家里边 养养花 养养鱼 养养水草 在农村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安逸 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找我玩啊 来我们农村体验一下农村生活 好了 咱们就过几天 我再给大家拍个视频 看一下这个东西 到底能活不能活 感觉能活的 在屏幕下方扣个一 感觉不能活的 可以扣个二啊 猜对了 有惊喜啊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